如果我可以上這個節目 一定會好好把握機會 我是一個經紀人 今天來我想要認識你們 我是Rio Q 然後今年16歲來自莊金高子 我喜歡聽音樂是因為我想要從 音樂裡面找到跳舞的節奏 那我也希望我未來能做出 陪伴大家的音樂 我希望你們認識自己 比我認識你們還用到 大家不是為了 原本的目的心 大家要成為藝人而去做這件事 老師講得很好 然後回去可能再多複習一下 大家好 我們是MTI老師的教學團隊 《噪音少年》是一個結合了 音樂製作跟網路學習的節目 在這邊我們邀請到了五位學員 而每一位學員在每一集 都會跟一個明星導師合作 創作出一首作品 在我旁邊的兩位是 阿潘老師跟杜薩老師 嗨 嗨 這一集我們邀請到了 知名的經紀人 Summer姐 他要帶領學員 去挖掘自己一個很酷的角色 為什麼建立一個角色 是很重要的呢 因為在網路世代 每個人都需要 建立一個角色給自己 滿興奮的 因為我沒有拍過節目 然後目前都是在表演 因為我剛才上這個節目 我覺得 我一定會好好把握機會 好好的表現自己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我是一個經紀人 然後呢 今天來我想要認識你們 我也希望在 認識你們的過程之中 你們可以更認識自己 所以我想一開始 我們先用一個比較 有趣的方法 你們來介紹自己 但是不用傳統的 溝通方式 就是不說中文 不說英文 讓你們自己發揮 那我們就開始吧 是有點難尷尬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好 跟強中那我 這樣 一次ikes 起下,坐下 我是リオQ 今年16歲來自莊敬高子 我家在萬華 萬華是一個在台北市裡面最屌一個地方 我很喜歡萬華這邊的人情味 因為我們這邊佈吊跟其他台北市的地區很慢 因為我們家是賣面的 所以很多客人 很多人都會跟我們一起看棒球 因為以前我是打棒球的 在升國三的時候 角獸商 角獸商的時候剛好那一年就是 反正就在那時候接觸到饒舌音樂 然後就覺得這東西太帥了 一開始本來是其實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覺得這東西很帥 我開始做音樂是去到吉他社 摸到音樂的東西跟表演的東西 而且小時候其實是對音樂很有興趣 在18年那個暑假我去上人人有功練的 老舌班 那時候開始寫歌 然後到最近才慢慢開始嘗試 作曲阿混音錄音這些 我最喜歡我做出來的歌就是我第一首寫的歌 然後那首歌叫回邦洛可 那首歌是在寫我以前打棒球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首寫的歌 可是到現在他也是我寫最滿意的一首歌 過了一年多我還是這樣覺得 是RioQ來自莊金高子 有事到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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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手邊已經完成的作品大概有多少 大概可能完成度到80左右 因為每次覺得好 可是隔一天聽之後覺得說 哪邊可以在趕哪邊可以在加強 所以你通常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會去創作 有一件事情很想講 可是又不知道怎麼表達 然後很想把它寫成故事 你一定要把一開始最初的開學先保留住 因為這可能不會在流了 進去下流 來這位同學 從肢體上的表現呢 我應該看到了 音樂 然後滑板 OK 我叫白哈里 我最喜歡玩的運動就是滑板 因為我看到有人玩滑板 覺得很酷 然後這是一種文化 所以我想耍算 一開始玩得很爛 但是我就不屈膚 我就會去思考說怎麼玩得很好 開始要怎麼樣穿得很酷 然後玩滑板聽什麼音樂 會讓我覺得很有動力 我把玩滑板的精神 運用在玩音樂上面 我覺得做音樂的熱情是因為 你非常的喜歡 你不知不覺可以為了它 背省忘食 那我覺得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是人生最有意義的事 我希望我可以好好做好這件事 也可以正面的去影響大家 來吧 這是妳自己的 我自己創作 我自己寫的歌 我以前有玩樂團 我是彈吉他的 所以我以前就是很Rocker 可是後來時代的變化 也沒有那麼Rocker 所以其他 但是我又不是DJ 我覺得我算是有個人風格 所以我就是努力去學習 我是一個很投入 如果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是非常熱情的 所以我希望 我可以把這份能量 寫在音樂裡面 那妳現在最喜歡的那是什麼 DDH我很喜歡 最主要是我覺得它很有個人風格 然後它的現場怎麼樣 所以我會去模仿學吉他 他就是我的偶像這樣 那下一位同學 有八家將 有跳舞 嗯 OK 好 來 我叫做陳奕萱Melody 我很喜歡跳舞 然後我覺得跳舞很開心 就是可以帶給大家很多歡樂 然後我很喜歡陣頭文化 因為我舅舅就是開廟 就是常常會出陣頭 我很喜歡敲鼓 我覺得那個節奏很好聽 怎麼會喜歡陣頭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的地方 就感覺和溫暖溫心 然後又可以一起聊天 我喜歡聽音樂 是因為我想要從音樂裡面 找到跳舞的節奏 我希望將來可以寫自己的歌 然後跳自己的音樂 然後成為唱跳歌手 你現在有創作嗎 沒有 沒有 但你會想創作嗎 應該是這麼說 會 會 我覺得如果你的專長是在跳舞 那你可以嘗試的再從你跳舞的需求 來做延伸的創作 你們要切記在你們的很多創作過程中 不要有太多的目的心 就是說你啟發你做這件事 但是也許這件事情後來不一定是 發揚光大了 但這個過程可能對你們來講都 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期待聽到你的作品 謝謝老師 因為我覺得就算我是跳舞的 但是我還是想要創作自己的音樂 然後跟舞蹈結合起來 對 變成自己 聊到這個問題我覺得蠻酷的 其實也有舞蹈圈的朋友 有給過一些類似的問題 像他就會想要說從舞蹈裡面 然後眼神看做出一個怎麼樣的歌 那我覺得這值得被探討啦 就是如果那小朋友要這樣做起來 我覺得適合他的困難度 我覺得他從身體出發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從他的身體裡面 看到音樂 肢體是一個視覺化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音樂的話 反而後面就有很多的創意可以出來 你的專長是彈琴 我開始接觸音樂的時候 就是小學的時候 有開始彈鋼琴 我是麥 然後我這次想要參加這個節目呢 主要是因為 我希望能跟一些音樂界的前輩學習 然後我也希望創造出 屬於自己的聲音跟音樂 因為我覺得音樂對我來說 就像是一個回憶的橋樑 它可以帶起我們或是喚醒 很多我們過去某些美好的時刻 那我也希望我未來能做出 陪伴大家的音樂 當他們需要療癒的時候 或者是覺得某些時刻是很珍貴美好的 那可能因為這樣的音樂 加到這段記憶中的時候 會覺得更有意義 那我就希望 我能做出這樣的一個音樂 所以你現在的專注就是在做這些事情嗎 對 就我今年每次的目標 就希望做更多的創作 我當下就認了一下 然後想說我要怎麼樣去表達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經歷 我學過音樂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做廣告 現在是DJ 我就用筆的把它筆出來 很有趣 很有趣 其實你是從美國回來 對 好 來 介紹一下自己 Hi I'm Yolen My DJ alias is Bunny 我介紹為什麼我的名字是兔子 我在美國出生在加州 很小時候一直在打鼓 然後我們在美國有一個 power company 他們的Mascot 是一個打鼓的兔子 所以我的音樂裡面有很多鼓 那時候沒有很多機會可以說中文 所以我的中文很爛 可是我來台灣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音樂是一個 每個人可以了解的事 希望我可以分享經驗 給其他學員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大概在說什麼嗎 這個歌是 我喜歡一個藝人在美國 他叫我Offset 因為那個歌只有一個感情 然後是一個loop 你本來最喜歡這樣的音樂型態嗎 對 從小就喜歡 美國我們有好多HIPHOP 對 你在念書的時候參加樂團 對 樂團是什麼樣的音樂型態 是Marching Band Marching Band 對 因為我用很短的時間跟他們相處 我的低音響當然都很好 因為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很清楚的在告訴我 他們對音樂的喜好 期待能夠在後面能夠看到他們有更多的作品 其實我看我還蠻期待佩君的表現 對 因為我覺得他的身體是很狂野派 還蠻有自己的風格 而且他還有接觸滑板啊 跟就是調酒 他其實興趣還蠻廣泛的 調酒 對 他是 他是可以那個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這樣子 但是我知道他調酒好像蠻厲害的 我自己個人是很看好小Q跟Mai 他們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那個音樂上的方向跟他自己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他會有很明確的自己要去做怎樣的東西 今天我們用了很短的時間來簡單的認識各位 然後很開心因為你們不管是外型 然後你們的作品你們自己想要做的方向我覺得蠻有趣的 站在一個經紀人的角度其實就是去看到這個藝人身上的特質是什麼 現在是一個網路世界非常發達的時代 已經不像古時候了 可能比我再老一點的年輕 他們的唱片公司或經紀公司會 考量市場需求 現在市場上需要怎麼樣的歌 拿一個製作人來做這個歌一定重 長得怎麼樣的藝人 穿怎麼樣 頭髮怎麼樣 甚至髮型怎麼樣 口紅顏色怎麼樣 我們可能可以都有一個大方向 有個數據可以拿捏市場銷售的狀態 但現在已經沒有這件事了 古時候在沒有所謂的網路世界 也就是沒有大數據時代的時候 人們是被媒體牽著鼻子走的 分眾的意思就是你找你的歌 你找你喜歡的樣子 每一個人他會找到自己的分眾市場 分眾市場的產生好處是 我們不再為了市場而焦慮 雖然市場變多了 不代表你們的機會變大 反而是你們的實力 必須相對更堅強 所以在這個分眾市場跟平台 茂盛的時間 其實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認清自己 角色有兩種 一種是 我知道這個角色 我這樣演下去 人們會喜歡 那我就把這個角色演好 精準的演好 徹底的演好 因為你是演的喔 所以你必須徹底演好 我覺得很多很多現在真心 讓大家喜歡的 所謂的偶像 或者公眾人物 其實他是真的就長這樣 所以他展現出來一種特別風格 讓大家很喜歡 比如說他講到阿嬤 講到彈嫂太 我覺得OK啊 聽一種音樂 接受一種文化 那都是學習 學習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你喜歡一個音樂 你本來就應該去理解 他是從哪裡來 他的重點在哪裡 比如說你喜歡Jazz Jazz一定要有什麼 你要成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要如何取得人家的喜歡 那就要身心靈合 所以成為公眾人物 我從來不強調說 喔對 你就是要做自己 喔不一定 有的人做自己糟透了 所以要認識自己 怎麼認識自己 在你們很多的作品當中 你們就要想辦法的 讓大家看見聽見 但是我希望你們認識自己 比我認識你們還重要 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覺得我還是要再強調 我一直在問你們 到底自己心裡面 喜歡的音樂是什麼 你們每一個 我幾乎都會問 所以你聽什麼 喜歡什麼其實影響你很深 不要因為別人喜歡什麼 你喜歡什麼 你喜歡什麼 你就用力的喜歡它 因為它已經成功的存在那裡 它是值得你去學習的 音樂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它跟空氣水一樣 必須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 它是很需要存在的 我覺得你對音樂有熱愛 其實是老天給你們 很好一個禮物 希望在很快的時間 可以再看到你們的作品 聽掉你們的作品 好嗎 所以大家要加油 謝謝 謝謝 比起說像是 如何建構一個角色 我覺得 可能比較 更好的phrasing 會是 如何去尋找自己的角色 因為其實像是我 從大學 看到很多 剛開始玩的 一些學生 不管是找這個的 或是一些 在組團的 其實 我感覺 有些人他們是 因為想要成為 明星 或想要成為怎麼樣子的人 目的性太難 對 就好像剛剛Hummer解說的 目的性太強 那有的 反而是自己這樣玩 然後玩出了一個 很好的音樂 你不一定會是變成 我一定要成為一個什麼 而成功 我覺得那感覺比較像是說 不是說我要去成為誰 而是 我自己是誰 然後我把我自己的優點 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發掘出來 像你成這個 就可以打一個比喻 像美秀 我知道的美秀是從 他們組團起來 其實大家不是為了 原本的目的性 大家要成為藝人 而去做這件事 他們是好玩 做音樂 很ㄎㄧㄤ的一些事情 對 然後可能去報一些比賽 然後什麼 然後慢慢被發現 比如說像剛剛看的 裡面全部學生 其實我反而比較期待說 後面大家可能會不會一起合作 做些什麼 對 我會想要看是因為 每一個感覺 都差蠻多的 比如說前面忘了 有洋派的 換又有 剛剛有講說八加九 就是有正同 正同類型的女生 這很酷的啊 跑去跳 然後又有一個 國外回來的 DJ的型態 還有嘻哈 對 那我會比較期待說 我覺得不知道後面 會不會有什麼演出 或者怎麼樣的模式 去做後面後續的音樂 是我比較好奇跟期待 我覺得上面姐剛剛在最後 就是給大家 講的那個 speech 真的是 很有啟發 像譬如說 做音樂 你應該不要帶有目的性 當我今天覺得說 我可能要做一個 很怎麼樣的歌曲 的時候 你可能什麼都做不出來 然後你應該要去享受 那個時候的感覺 當下的感覺 所以我聽了就 哇 就覺得很有感觸 然後再加上 最主要是要認識自己 那我覺得就是 我要找到我自己的特色 然後延續我自己的風格 這樣 真的是 老師講得很好 然後回去可能再多呼吸一下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就是說 就算好的經紀公司 好的經紀人 馬上把你推向大舞台 但你沒有準備好 會把一切搞砸了 你有這個資源 不代表你就成功了 因為背後 幫助你的是這個團隊 可是如果這個人本身 就是很有價值的話 那他可以造福大家 或造福這個生活 可是沒有的話 他會把一切的事情搞砸 所以我覺得在做這件事情 做熱情投入 就是要想說自己可不可以 這是我的音樂 聽一下 這是我的音樂 多樂於卷還是會道德 Whatever you say 我就是笨 沒天分 遍地無倫格 自以為是才是如此 平成縣了 其實是真的 對 超音樂 很期待 非常期待 因為 interactions 我們想說我們